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种Linux里面的驱动架构 就是我们Linux里面的Planform驱动架构 那么这个Planform在Linux设备模型里面呢 其实是一种虚拟总线 它呢没有对应的硬件结构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第一个统一管理系统的外设资源 比如说Io内存资源或者中断信号线资源 在嵌入式系统的硬件上呢 我们知道存在什么呢 存在USB总线或者PCI总线等等 这些总线的话呢 它在硬件上呢就存在什么呢 存在这样的结构 所以在内核里面呢 也有相应的什么呢 相应的总线模型呢来描述 比如说USB bus 那么就是这个Linux系统里面呢 用来描述什么呢 描述硬件的这个USB总线 然后那个PCI bus呢 用来描述什么呢 描述硬件上的这个PCI总线 那么Linux系统里面的PCI设备或者USB设备呢 就依附在什么呢 依附在这些PCI总线 或者USB总线的这个总线模型上 但是系统里面呢 还有很多外设 它们既不属于PCI设备 也不属于USB设备 这些外设或者是SOC上的控制器 或者呢 是直接和CPU连接的设备 这些外设的数量呢 很多 那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设备呢 Linux内核里面呢 就虚拟了一个platform的一个虚拟总线 用这个虚拟总线呢 来统一管理这一类外设 所以这些外设的编程 这些外设的驱动呢 它也就遵循了platform的驱动架构 所以Linux在引入了platform机制以后呢 内核呢 就把所有的这些外设呢 都挂载在platform虚拟总线上 以便对这些设备呢 进行统一管理 那么这个是第一点 第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platform呢 它是用来统一管理系统的外设资源 那么这些外设资源呢 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PCI设备或者USB设备 因为对于PCI设备或者USB设备呢 内核里面就存在PCI bus或者USB bus 那么系统里面的PCI bus呢 就是用来管理系统里面的PCI设备 系统里面的USB bus呢 是用来管理系统里面的USB设备 那么对于既不属于PCI设备 也不属于USB设备的这些外设呢 那么我们呢 就通过platform总相当来进行一个统一管理 所以第一个是为了管理方便 第二个呢 这个platform驱动架构 它把设备和驱动呢 分开了 那么分开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提高了这个驱动的一个移植性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这个字符设备驱动 那么我们呢 是在这个驱动里面 我们是没有什么呢 没有设备或者驱动这样种分开的概念的 那么有了这个platform驱动架构呢 设备和驱动就分开了 就分开了 那么这样分开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提高这个系统的可一直性 那么分开以后 它分成了哪些呢 它分成了这三部分 这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platform设备 第二部分是platform驱动 第三部分是platform总项 那么这个platform设备呢 它呢就是基于底层的这个device模块呢 抽象出了这个platform device 它呢用于表示什么呢 表示platform设备 其实呢也就是用来描述我们的外设 描述我们的外设 那么描述外设的哪些东西呢 就是描述外设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我这个设备 占用了Io内存或者IQ 那么呢就需要用这个platform device 这个结构体呢 来描述这个设备的这些资源 那么第二个呢是驱动 那么驱动里面呢 就用来什么呢 就用来实现什么呢 实现驱动设备的这些代码 第三个呢是总项 那么总项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 看作一个呃管理单元 管理单元 它呢是用来管理设备和驱动的 并且呢它呢用来实现设备和驱动之间的匹配 因为系统里边既然有很多外设 而我们的外设呢又遵循的是platform驱动架构 那么这个系统里边呢就会有很多什么呢 很多platform device和很多platform driver 那么哪个device和哪个driver进行匹配呢 那么这个呢也是什么呢 也是我们的这个platform bus这个总项 它完成的事情 所以呢它第一点呢 这个总项它第一个呢 是用来管理什么呢 管理设备和驱动 第二点呢就是负责什么呢 负责设备和驱动去进行匹配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platform总项它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总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总项呢 它在哪里初始化呢 那么这个总项呢 它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进行了初始化 因为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在系统起来的时候呢 完成它管理设备和驱动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驱动的初始化 这个platform bus这个总项呢 它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根据我们之前的讲解 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呢 它就会执行什么 执行start kernel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呢 就会执行一系列的初始化动作 那么在最后呢 它会调到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 那么我们进到这个行数来看一下 那这个行数呢 它会启动一个线程 启动一个线程 启动一个内核线程 然后在这个内核线程里面呢 执行这个行数呢 去继续做一个初始化 好 那么在这个行数里面呢 同样也是一些初始化的动作 那么它呢会调到这个行数 在这个行数里面呢 它也是一些初始化动作 好 这里边呢 它调到了这个driver nit这个行数 哦 那在这个行数里面呢 它又调到了 platform bus nit 那么这个platform bus nit呢 就是用来初始化的 这个platform bus 也就是说这个platform虚拟总项 在这个行数里面呢 就完成了这个bus呢 这个platform bus 这个虚拟设备的一个初始化 那么主要代码呢 是这两句 这两句 那么第一个代码呢 它是一个device reduce 那么这个呢 是注册一个设备 注册一个设备 因为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把这个bus呢 这个总项呢 也看作一个设备 所以呢 它先注册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呢 它是一个strat device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它只是指定的名字是platform 那么在内核里边呢 我们用device呢 来指定一个设备 这个呢 是设备的最基本的单元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设备 它还有别的分类 别的分类 那么这个device呢 是最基本的单元 那么 假如说你想定义不同的设备呢 那么你就需要去继承这个device 然后呢 来添加你自己的设备的一些特性 也就是说这个设备 你可以把它看作什么呢 把它看作这个 零食内核里边 所有设备 它的积累 好 那么这个是device 那么这一句代码呢 就是把这个设备呢 把这个platform bus呢 这个设备呢 注册到内核里 注册内核里边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注册这个总项 注册这个总项 因为platform bus 它是一种虚拟总项 这个虚拟总项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硬件上呢 是没有这个platform bus 这个什么呢 这个总项的 因为什么呢 这个跟PCI和USB不一样 因为无论是PCI还是USB 在我们的硬件上呢 就存在这样的总项 但是这个呢 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是一种虚拟总项 所以这个呢 就注册一个什么呢 注册一根总项 那么这根总项呢 呃 这个它的这个bus list 这个仓数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呃 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bus type 那么这个bus type 结构体呢 就是用来描述一类总项 呃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下面呢 它就是对这个planform 这根虚拟总项 它得给描述 那么它这根总项的名字呢 是planform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一些特性 它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后面是match 那么这个match呢 它是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一个行数 那么这个行数的话呢 实际上什么作用呢 呃 我们可以大概提一下 因为我刚讲过了 这个总项呢 它第一个呢 是用来广理什么呢 广理设备跟驱动 第二个呢 是完成设备跟驱动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匹配 而这个match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呢 就是匹配 所以这个函数的话呢 就是完成了设备跟驱动的匹配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实际上一个热插板的机制 好 那么这个pm呢 是它的一个电源广理的一些 一些机制 一些东西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总项 它的一个总项 总项的一个注册 那么这个呃 注册这个总项设备 并且注册这根总项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的虚拟总项呢 就注册到那盒里边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什么呢 你就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种planform 这种虚拟总项来管理什么呢 管理设备或者驱动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使用planform这种驱动架构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总项 上面呢 还有设备跟驱动 好 那么设备的话呢 planform设备呢 它是一个planform device 结构体 那么它的驱动呢 是一个planform driver结构体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结构型呢 来 也来看一下 其中这个设备 planform device呢 是用来描述什么呢 描述一个planform设备 其实就是描述一个设备 那么这个planform driver呢 是用来描述一个驱动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planform device这个结构体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planform device的定义 它是一个结构体 那么第一个呢 是它的名字 第二个呢 是它的ID 它的ID 那么这个ID就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设备呢 是第几个 它是第几个 然后接着呢 是一个planform device 因为我刚讲过了这个device这个结构体呢 可以把它看作这个Lins内核里边的 用来描述设备的一个G类 啊 所以它呢 是最核心的一个类 platform device呢 你也是一种什么呢 也是一种设备 所以呢 你就要在这里面的包含这个strat device 我们C加价 我们C语言跟C加价呢 虽然语法不一样 但是呢 对于C加价里边的继承的话 继承这个概念 我们C语言里边呢 同样也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在我们C语言里面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结构体里边来包含它 来实现什么呢 来实现做一个继承 所以这个呢 就是它继承这个 它继承它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什么的 这个是一个从自边意思来看的 是资源的数量 那么资源在哪描述呢 资源呢 就是用这个结构体来描述 这个结构体呢 就是用来描述设备的资源 planform device呢 其实它呢 就是用来描述设备的 那么描述设备的话呢 需要哪些信息呢 第一个设备的名字 是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设备呢 要用什么呢 要用资源 要用中断资源 还要用内存资源 所以这个这个里边呢 就用来描述这些资源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结构体的实现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start 第二个呢 是一个end 然后呢 是一个name 这个表示这个资源的名字 然后呢 还有个flag 还有个flag 那么这个flag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资源是什么资源 是il资源呢 还是内存资源 还是内存资源 然后后面的话呢 是又是一个什么呢 又是一个resource 这样一个结构体 纸增 然后它呢 分别指向它的 父 什么的 parent 它的父节点 然后什么呢 兄弟节点 还有子节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来 系统里边呢 用来把这个什么呢 用来广力 这个resource的一种方式 好 那么这个resource的话呢 它呢 就是讲的呢 一个start跟end 还有个name 还有个flag 那么这个start呢 表示资源的起始地址 end呢 表示这个资源的结束地址 然后呢 这个flag呢 是用来表示 这个是什么资源 那么这个 哪个flag表示io资源 哪个flag表示中状资源呢 那么后续碰到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讲解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来描述资源的 资源的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呢 plant from device id 这样一个结构体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结构体呢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不会用到这个结构体 它呢 其实是用来 用于做匹配的时候呢 一种什么呢 一种选择 也就是说匹配的时候呢 你可以根据这个结构体的内容呢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匹配 那么至于说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成员变量 那么我们后续讲匹配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 然后这个呢 适用于什么呢 适用于多功能卡 就是多功能设备 它的一个实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平台设备的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平台设备呢 它 其实就是用来描述什么呢 描述这个设备的一些资源 和它的名字 那么这个资源里边呢 主要就是描述它的一个 IO内存资源 第二个呢 是它的一个中断资源 那么这两部分资源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在驱动 初始化的时候呢 需要用的资源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lantform Driver 那么这个Plantform Driver呢 是用来表示一个驱动 是用来表示一个驱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里边定义了哪些东西 好 那么这个Plantform Driver的实现呢 这里边的话呢 是一些函数了 就是一些函数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它是Driver 那么Driver的话呢 是从字面词来看 是驱动 那么驱动什么呢 是用来驱动设备的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Plantform Device呢 看作一个静态的东西 那么这个Driver呢 它就是一个动态的东西 那么这个动态的东西的话呢 它就需要完成某些操作 那么一个结构体 怎么样去完成某些操作呢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需要去通过实现 它里边定义的一些函数呢 去完成相应的操作 那么在这个Driver里边 我们需要实现哪些函数呢 第一个是Proc函数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Remove函数 那么这个Proc函数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来做一些设备的一些初始化 那么Remove呢 就是用来做一些设备的一些什么呢 设备的一些卸载操作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讲这个 自付设备驱动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设备初始化呢 是在什么呢 是在这个ModuleNit定义的 这个函数里边执行的 然后卸载函数呢 是在这里边执行的 那么用了 应用了这个Planform驱动架构以后呢 那么原本我们在什么呢 原本我们在 原本我们在这个函数里边实现的东西呢 我们就要放到什么呢 我们就要放到Planform driver的这个Proc函数里边实现 而原本在 而原本在这个函数里边实现的这个驱动卸载 的动作呢 就需要放到什么呢 放到这个Remove函数里边去执行 然后后面呢 这些Shutdown Surpend和Reserve呢 这些呢 是用来实现什么呢 是用来实现设备的一个关闭 暂停和恢复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些行数的话呢 就需要根据设备的一些特性来实现 假如说你的设备能够支持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实现这些行数 那么你要不支持的话呢 就可以不实现这些行数 比如说后面这些呢 是可选的 它呢 是用来一起做一些电源管理的动作 所以呢 这两部分的话呢 就需要你自己来实现 那么这两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呢 一个呢 这个呢 就是用来做一个设备的初始化 那么这个呢 就是用来做一个设备的一个仿初始化 也就是说 设备的这个卸载操作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是一个device driver 是一个device driver 那么这个device driver呢 就是用来表示一个driver 表示一个驱动 那么它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这个struct device一样 它呢 就是驱动的一个机位 那么你的任何一个驱动呢 你都要从这个机位里边来派升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这里边的话呢 因为c语言里边呢 我们没有c++里边那种继承的一个语法 所以我们c语言里边呢 就通过什么 通过结构体里边包含这个结构体呢 来实现这样一个继承的操作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也要有一个platform device id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platform device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做什么用呢 同样的 它呢 也是用于做一个匹配操作的时候呢 会用到 那么这个匹配操作呢 我们之后呢 会讲到 所以根据我刚刚的这个讲解呢 我们就讲到了 这个 那么这个设备呢 就是表示设备账用的一些资源 包括内存资源 中断资源 它呢 表示的是一些静态的数据 那么驱动里边呢 它就要去完成什么呢 完成驱动的初始化 或者设备的初始化 而这个这个总项呢 它是这个platform的一个核心 那么这个platform bus呢 它呢 就是用来管理这些platform device 和platform driver的 并且呢 它呢 根据什么呢 根据某种规则呢 来匹配哪些设备和哪些driver呢 是匹配的 是匹配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platform总项驱动架构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结构体 基本的一些结构体 那么了解这些结构体以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把设备 或者这个驱动呢 注册到系统里边 其实注册到系统里边呢 就是注册到什么呢 注册到这个platform 这个总项上 总项上 因为是总项管理设备和驱动 当我们要为一个设备 编写platform驱动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为这个设备呢 将构造一个platform device 这样一个结构体 准备并且初始化好这个设备 这个platform device 这个结构体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 把这个结构体呢 注册到什么呢 注册到内核里边 也就是注册到这个总项上 同样 当我们为这个设备 编写好它的这个platform driver 这个结构体 并且编好它里边的一些 实现行数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呢 就要把这个platform driver 这个结构体呢 也要注册到什么呢 注册到platform虚拟总项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platform bus呢 才能够感知到这个platform设备 和platform driver 它们的存在 进而呢 才会做一些匹配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platform设备和驱动的一个注册函数 那么他们的这些注册函数呢 都在什么呢 都在plantform.c里边 那么这个plantform.c呢 它呢 在什么呢 在driver base里边 那么这个文件里边呢 就实现了什么呢 就实现了所有的 这个platform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platform注册设备 它是怎么来注册设备的 那么这个platform注册设备呢 叫怎么样 怎么样 把一个platform设备注册到这个platform总线上呢 那么是用这个行数 叫platform device 那么这个行数呢 从字面词来看呢 就是平台设备的注册 那么它怎么来注册呢 那么它的注册仓数 那么它的一个仓数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platform device 那么这个device呢 就需要你在编写驱动的时候呢 去初始化这样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为它复制 然后呢 调用这个行数呢 把这个platform设备呢 注册到内核里边 那么这个注册过程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想初始化这个设备 这个PDV呢 它是platform device 那么它的dev呢 指向的就是什么呢 指向的就是一个device 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 这个device呢 是设备的机类 设备的机类 所以这个呢 就是相对这个设备呢 做一些初始化 然后呢 调用platform device adder 那么这个device adder 它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呢 这里边 我们先挑几个关键的地方来看 那么它会把什么呢 把这个device pdev的dev的 它的一个parent呢 指向什么呢 指向platform bus 那么这个platform bus呢 刚好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注册的那个表示虚拟总项的设备 因为这些platform device 或者说platform设备 它呢 都是挂在platform虚拟总项上的 所以呢 所有这些platform设备 它的副设备呢 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platform bus 这个设备 所以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呢 是把pdev的bar 它的给bus呢 指向它 那么这个bus呢 就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这个设备 它所属于的一个总项 因为我们这个呢 它是platform device 所以呢 它的总项呢 就是platform bus type 那么这个platform bus type呢 它是一个bus type 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这个结构体 或者说这个 这个结构体 它所代表的这个总项呢 也是我们刚刚讲过了 它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 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总项注册到内核里边的 所以这里边呢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呢 是把这个设备 platform设备 它的副设备呢 指向这个表示总项的这个设备 第二个呢 是把这个设备 它的总项呢 指向我们的platform虚拟总项 所以这样一指定的话呢 那就相当于说 这个设备呢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这个设备呢 这样接着挂到我们的 platform虚拟总线上了 好 那么之后的话呢 是做一些初始化 包括对它的一些资源呢 做一些判断 然后呢 调用device adder呢 把这个设备注册到内核里边 注册内核里边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怎么样去注册一个平台设备 那么注册完平台设备呢 我们还要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注册什么呢 注册一个平台驱动 那么注册平台设备呢 是这个行数 那么注册平台驱动的话呢 跟它是类似的 是这个行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注册平台驱动 所以注册平台驱动的时候呢 你首先呢 也是要定义一个 platform driver 这样一个结构体 并且呢 给这个结构体复值 然后呢 叫这个行数呢 把这个平台驱动 注册到什么呢 注册到内核里边 其实也是注册到 我们的platform虚拟总线上 那么注册的时候呢 它的实现的是这样的 第一个 想把这个driver 那么这个driver的driver呢 指向的是什么呢 这个driver的driver呢 它指向的是一个device driver 而device driver呢 是我们的内核里边的 驱动的一个机类 所以这里边的话呢 是把它的这个driver呢 它的bus呢 指向什么呢 指向platform bus 那么这样一指向的话呢 就间接的什么呢 间接的指定了 这个驱动呢 它是由这个platform总线来管理的 来管理的 也就是说把这个platform driver呢 把它纳入这个platform bus 的一个管理区域里边了 然后呢 它来判断 你这个driver的proc行数 有没有定义 基本上呢 我们会实现proc和remove 所以呢 它就会把什么呢 它就会把这个值呢 付给它的driver的 一个proc行数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复制 然后呢 调用driver rejust呢 把这个驱动呢 注册到内核里边 所以这个呢 就是platform驱动的一个 注册的一个方式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是讲了一下 几个概念 第一个呢 是platform虚拟总项 以及这个虚拟总项的 这个初始化的一个时机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平台设备 的一个结构体 以后平台驱动的结构体 以及平台设备 和平台驱动 它的一个注册方式 有了这些基础以后呢 那么 那么我们下节课呢 就一起来分析 这个平台驱动 它的初始化 行数在哪里 它的初始化 行数呢 是怎么样被调用到的 那么有了这些 基础的概念以后呢 那么我们下节课呢 就来分析 第一个平台设备 和平台驱动 如何匹配 第二个 平台驱动 它的初始化代码 在哪里 行数 靠近平台驱动